距離今年的東京奧運只剩下 100 天的時間 我們很期待 不只是臺灣能夠團結守住疫情 全世界也能克服挑戰 讓奧運成功舉辦 在倒數 100 天的關鍵時刻 今天我來到國訓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幫我們所有備戰的選手 教練來加油 從去年開始 因為疫情的影響 國際體育競賽多了很多的變數 我們的選手平常要在不確定中維持訓練 出國比賽也需要做好防護 忍受隔離的辛苦 但是大家都堅持下來了 不但堅持 還用盡了全力持續爭取最好的成績 像是我們前一陣子小戴戴志穎和羽球選手們 通過重重的考驗 在泰國拿下冠軍 就是大大的振奮了國內的球迷 不只是羽球 我相信每一個項目的選手 都是這麼樣的努力 就在今天我們的舉重好手 郭信淳也帶隊飛往無知別客 爭取東京奧運的參賽資格 所以 我要代表政府 要謝謝所有辛苦的選手 教練 謝謝你們用最大的鬥志 捕捕了所有的臺灣人 穿上國家的制服 是重大的責任 正因為這樣 政府必須要給大家足夠的支持 首先 國訓中心會持續升級 我們投入13億經費的第二期工程 新建了全新的宿舍和餐廳 現在已經完工 接下來 第三期工程還要投入63億元 把游泳 網球等訓練場也跟著提升起來 除了硬體設備 我們也推動東京奧運黃金培育計畫 選出的11個項目 一共38位精英選手 透過專業團隊的資源 量身打造訓練企畫 來備戰東京奧運 另外 在倒數衝刺的階段 來交付教育部 還有體育署的任務 也就是說 要保護選手 是我們的第一優先 面對疫情 除了安排選手 教練團 以及團隊成員 優先接種疫苗 在篩檢 防護等措施 也要細心 嚴謹 務必守護大家的健康 疫情下的國際賽事 真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 流汗付出以後 必定會有很甜美的果實 我要期許大家繼續投入訓練 做好充足的準備 就能夠在最好的狀態 迎戰每一場重要的比賽 最後的倒數階段 我一定請大家到底 相信所有的國人 也會為大家比一個大大的戰 祝福我們每一位選手 都能超越自己 締造出最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謝謝